這個這件事情我還是要做一個聲明 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 所以在民主自由的原則之下 依法論法 公務員是國家的公務員 他的薪水來自人民的納稅錢 還有公務人員的服務法 他們應該要遵守 比方說不可以遲到找對 不可以什麼貪毒 不可以違反行政中立法 沒有錯 他們應該遵守很多規則 上班時間喔 去上網留言 對不對 當然是不對 所以對於很多公務人員 既然被抓到了 我們也懲處 其實我跟你講喔 那個每個局處的懲處 他們都是獨立行使 其實我事件我也不知道 有的被吊死 有的被寄什麼申戒 年終獎金也沒有了 當然是每個局處處罰 基於這種行政倫理 好不好你們做就做 我也就接受 事實上我今天也交代秘書長 你知道喔 還特別是這樣 台北市政府員工喔 使用資通訊 裝置應注意事項 應該透過郵面 給全署的員工都發送消息了 我是不贊成啦 出了個小事 就把這個我們 台北市政府的電腦 全部跟外網全部斷結 不准看FB 不准上YouTube 什麼都不准 我也不贊成啦 我也認為說 絕大多數的公務員 奉公手法 他們應該 在比例原則之下 他們會做他們該做的事 但是這樣啦 不可以說喔 因為台北市政府有員工 上班時間去上了PTT 就說他是有組織的 後面有人指使 是網軍 這個我不同意 更重要是這樣啦 如果 在網路上有什麼假消息 假新聞 惡意攻擊 那就拿出來嘛 依法論法嘛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但是我跟你講喔 我昨天是不曉得 我到晚上回家看新聞 坦白講我非常生氣 不可以把國家的基層公務員 叫到議會來 那叫他自己要讀他 他寫的那個PO文 那在那裡 極盡善笑羞辱 這個我非常生氣 國家公務員 你知道他們是國家公務員 他不是你議員作秀的工具 我跟你講 這個違反比例原則啦 我跟你講這個我實在是 我今天做為長官 你知道喔 如果不能站出來 保護自己的員工 我不配做他們的長官 我要講就是這樣 再講一遍 他們是國家的公務員 不是你議員作秀的工具 你也請問我實在是 妻子 人 我一定會 你 你 你